家福中心布艺师的诞生 是一群有家福中心的妈妈们 将不能穿的牛子裤运用巧手 从原料的收集绘制剪接裁缝一手包办 将二手单龄布料创作出了各式各样的艺术品 展示出海洋生物多肉植物墙 生活家世主题区 扭转了二手衣物被丢弃的命运 并且运用巧思创造出了新的生命 花莲家福中心幸福小铺98年成立多年 持续陪力家长学习缝绿技术 从成立之初的牛仔裤改制成背包 到去年跟Edwin合作 将二手牛仔裤制成布偶背包 抱枕等多项商品推广爱地球环保概念 今天更是将特殊的材质单名布料 制成各式的生活用品 展示出创意无限的发想空间 我是万分万分的佩服 能够走出这种领域的人真的是了不起 我刚才有试做那个沙发椅是 我用单领布拼做出来的沙发椅 一般家里面沙发椅如果破一个洞的话 一定要丢掉 这种沙发椅破越来越多洞越值钱 今天我还是非常期待 我们未来这样的一个领域中心能够在 不只是花林还是全台湾 能够借着网络的行销 能够发光发热 我们许正会县长对社福的重视 还有议会 我们民政小组 还有多大多对这方面重视 社工督导陈苏清 他非常感谢花林县政府社会处 能给予多项的协助 才能够让家福小铺的妈妈 以他们的创意 创造出更多元的商品 让妈妈能够学到不一样的创意发想 我们希望透过幸福小铺创造一个 可以让他们为自己 让自己更好 而且让自己发光发热的平台 然后把这个光跟能量分散出去 所以其实家福从98年以来 到现在已经进入第12年 12年来他们从完全不会 拿到那个针 每天都在针灸 吃到手都会流血 你知道吗 就是从手工课不会拿到 那缝针机也把针喔 吃到手就整个手这样子 啊这样子 那个针就插在手上拿去急诊 就是这样子 都有这样过程 一路一路辛苦的过来 到现在他们考到证照 他们成为在教学的老师 所以我们这次用了一个布医师 来称呼他们 那布医师呢 其实我会希望说 他们能够有一个就是 就是想要创作的热情 跟想要发想的创意 我想大家有在创作都知道 把东西做出来是一个基本 但是把东西想好跟设计 那是更不一样的学习跟层次 展览的活动是从6月1号到30号 在花年捷安乡浩客艺术村展出 家福幸福小铺的妈妈也现场和贵宾 进行作品的导览解说 分享制作过程当中的酸甜苦辣 让许多道成的朋友见证了这些妈妈 分享幸福小铺首作的感动与温度 记者林杰 杰安乡采访报道